原来深爱着福宝的人不只是爷爷 还有从韩国远道而来神树瓶的战哥战姐 他们不怕辛苦千里迢迢来到福宝的身边 记录着福宝的日常生活 听说战哥战姐和宋爷爷之间一直有着联系 宋爷爷也希望他们能多拍一些福宝的可爱视频 这有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福宝在基地发生的事情 宋爷爷总是能第一时间得知 听到关于福宝好的消息 宋爷爷总会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福宝 听到关于福宝负面消息 宋爷爷也会第一个站出来解释澄清 宋爷爷和福宝分开已经三个多月了 在这一百多天没有福宝的日子里 宋爷爷总是阴晴不定 有时安安静静默默地照顾着双胞胎 让人感觉岁月静好 有时候叫韩宝家族熊宝们回家的声音 让人知以为发生地震了 让宝家族动荡不安 时间久了 瑞宝灰宝看到老宋都得躲着走 宋爷爷爷对福宝的爱已深入心间 他总爱把福宝头像的徽章 挂在离他心口最近的位置 如果世间万物有一样能选择慢下来 宋爷爷应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时间吧 一直记得宋爷爷轻抚着福宝 同时感慨着他的蹲邦妮何时变得如此高大 宋爷爷心里明白 福宝已经长大了快要离开他了 现在福宝回国已经三个多月了 虽然将爷爷去看了福宝并给他带回 关于他想了解福宝的一切信息 但是也难掩他想去现场亲眼看一看福宝的激动心情 但是宋爷爷爷会担心福宝不记得他了 就像福宝看到将爷爷后 并没有向大家期待的那样飞奔过去 同时宋爷爷也会担心福宝记得他 当他转身和福宝告别却又带不走 害怕福宝失望和难过 更害怕再次控制不住自己 毕竟第一次分离时已经把自己的内心抽空了 这也许是宋爷爷一直想来而又不敢再来的真实原因吧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宋爷爷能来中国看福宝